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第五波疫情下 小孩又再不得上學了 就這樣聽老師跟著寫的 寫他要寫的東西 悶了一點 就算你在学校有时 譬如跑跑跳跳 你也真的跑跑跳跳 可能你跟同学追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社交的能力 他们都要去学习 研究说一半初小学生 在网课期间出现负面情绪 影响学习效能 读书好像没有意思 或者影响到自己的自信等等 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到 学习上的功能 表现又差了 可能令她的情绪又差了 长期网课对小朋友身心都有影响 今集一起看看 阿菲斯的网课日记 今年小学二年班的阿菲斯 平时七点多就要起床上学 但最近就可以睡半个小时 因为网课生活又再开始了 妈妈阿菲斯说 继继埋卖阿菲斯每天 有两至三个小时用电脑上堂 幸好学校安排他们 每半个小时放一个小息 不过阿菲斯的休息 还要对着电子屏幕画画画画画画 搞得八岁 小孩子已经悦百多度近视 而画画画那时也要戴上一副眼镜 上一波,即是第一波的时候 查询过,可能视力有点近视 你说是否因为放映,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点影响 如果不在放映上学 其实你在学校的时候 看远的机会有多些 但是你对着放映 根本集中的位置就在屏幕上 其实就真的有一个 少了很多可以让他眼睛休息的时间 中大医学院在2020年学校停课期间 访问了七百多个六岁到八岁儿童 发现学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由疫情前平均每日两个半钟 升至网课期间的七个钟 过分了使用电子产品 经常令眼睛很疲累 更加担心的是在室内 光线不充足的情况下 过分使用电子产品 焦点会落错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 久而久之其实眼球就会长期变长 眼球变长当年纪慢慢大 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 不只是说说理论 调查都发现近似病发率 由疫情前的一成二 升到网课期间的三成 高出1.5倍 估算近似度数由每年加深41度 增加到80度 很大机会会发现一些 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包括了蜆蜂蜂脱落 黄斑病变 青光眼 这些问题以往是去年纪很大才发生的 但是因为随着我们这个新世代 长期运在家里面 有很严重的近视 所以我们估计 未来的眼睛的洩力老化的情况 在下一代是会退层了发生的 出来看,先看一下街 对吧,你看这么大 两只大鹰 两只大鹰,两只 上课对着屏幕 落课都仍是对着屏幕 阿芯唯有定时 叫阿菱去露台望远野 舒缓眼睛疲累 平时就会叫她 比如她画得得以耐画 或者对得耐幕 我就会提她 说看远野 也说你去望远野的东西 她就会出个露台 可能是望遠一點… 如果不想它變成一雙壞了的眼睛 要記住二十、二十、二十的手則 每當小朋友連續用了二十分鐘的電子產品 要讓他們休息一下 起碼要休息二十秒 那二十秒其實盡量看一些遠的事物 大概是二十米以外 所以如果可以跟隨一個二十、二十、二十的手則 就可以令小朋友的眼睛不會過分疲勵 現在是給你們分享的東西 你們想分享的東西 Avis現在讀國際學校 每天的最後一堂 老師都會開放聊天室 給同學輪流分享 你們知道怎麼做嗎 我有一些筆碗 我認為這是… 筆碗 他們可以用筆碗 她之前也讀過傳統學校 當時的網課不讓她們上課說話 顏青說發現Avis變得抗拒上課 變成她的說話機會有少 發問機會有少 我看到那個情況 發覺也有些問題 因為她是由一個很熱衷 當上課的心就變成借了 整個人都不想上課 不想再上課 有時甚至乎硬濕濕到 這樣跟同學說 她說我不想她收拾問題 即使轉了校 現在每天只有這半個小時 可以跟同學聊天 Avis說始終沒有面壽那麼開心 我們會下座位 三個人在一個團隊 每個人要拿不同顏色的卡 然後製作一個句子 那現在呢 現在就沒有了 就這樣聽老師寫下 寫他要寫的東西 那是不是覺得很悶 悶了一點 所以說到回復面壽課堂 她們兩母子一條心 那你覺得現在 就是回學校會開心一點 還是在家上課會開心一點 嗯…一定回學校 就算你在學校有時 譬如跑跑跳跳 你也真的跑跑跳跳 那可能你跟同學追 那可能不小心摸摸 有時撞撞撞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社交的能力 就是她們都要去學習 你接觸到的是人 那就是永遠接觸到實體 大家都是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不希望她是 在家裡困在這裡的時候 對著螢幕就有很多話說 然後出去就害羞 浸信會外群社會服務處 和香港教育大學 在2021年發表聯合研究 超過四成初小學生 在家上網課都出現負面情緒 例如是繁躁不安 有孤獨感等等 當中以小異學生最為顯著 有近五成三的小異學生 覺得自己孤獨 跟你的同學一起去玩 一起學習 一起說笑、說秘密 或者一些自信的建立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長期的網課情況 學生也有機會可能會 因為種種不同的壓力 都會積在一起 演變成可能真的會導致 一些情緒的問題 包括一些焦慮症、鬱惡症 睡眠問題等等 都需要大家留意著 研究報告就指出 負面情緒愈高的學生 學習效能就愈低 近四成初小學生 在網課期間 更加無法按時完成功課 一些焦慮的情緒 以至到可能抑圍的情緒 或者可能很憤怒的情緒 會覺得讀書好像沒有意思 或者影響到自己的自信等等 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到 學習上的功能、學習上的表現 因為這個表現又差了 可能令到他的情緒又差了 可能又會變成一些循環 令到整個問題就會複雜了 不過要恢復面壽課堂 接種疫苗似乎是關鍵 直至一月底 本港有六成 也就是27萬多個 12至19歲青少年已經接種兩針 而5歲至11歲兒童 也都已經可以接種科興 或者復必泰疫苗 家長最關注的 都是疫苗是否安全 在內地已經超過幾百萬的 即3至11歲的兒童 都打了科興疫苗 外國來說也有幾百萬的 即是在西方國家 也都已經打了復必泰的疫苗 兩個暫時的報告或者研究都顯示 其實兩個的疫苗平台都是非常安全的 唯一一小撮兒童要留意 就是如果它本身試過有一個嚴重過敏 又或者本身它有兩種或以上的藥物的過敏 都需要找過敏科的專家去做一個測試 才去接種疫苗 港大一項研究就說 如果在三個星期內打第二針 復必泰 每十萬個青少年就會有22個有心肌炎 那是否不應該打第二針呢 專家委員會和科學委員會都建議 接種第二針疫苗的時候 其實是12個星期打後才接種 還有現在基本上 所有年輕人和小朋友都會建議打大腿 還有離開心臟比較遠 所以心肌炎的機會更加減低 雖然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病徵一般都比較輕微 但根據美國疾控中心資料 美國平均每日有881個17歲以下兒童 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 5歲以下的小童住院人數 更加是以往高峰的2到4倍 因為很多小朋友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我們擔心它會有拼發症 譬如是一個多系統嚴正綜合症 另外很多人擔心它會影響到肺炎 另外很多人擔心去康復之後 會有失去味覺、失去臭覺 以及影響肺部功能的情況 如果感染的小朋友是多 基數是大 相應來說引致重症、入院 以及嚴重個案和死亡的數目 相應就會多 所以小朋友接種疫苗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消息說藥廠稍後還會推出針對 Omicron的疫苗 那家長應該等之新針 還是打現有的疫苗呢 千萬不要等了 其實當家長明白了兩支疫苗 他們的相應的反應 如果能接受到的話 看到有甚麼疫苗是可以有的話 就去接種了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病毒不斷在變種 如果你在等的話 可能等到都不知道何時 才打這個疫苗 其實疫苗接種之後的反應 其實絕對是輕微 可能有些針口痛 還有微燒的現象 是絕對安全的 家長可以放心 大小朋友去接種 下一節回來 會有中醫講解 這個星期六 二十四節氣當中的雨水 而新環節 健康打工仔 都會和大家看看 在危機四伏的沙井工作 有甚麼要注意 我們這群打工仔 做到脊髒的樣子 勞損病痛很糟糕 這個月不用仇 跟你說一下 如何做個健康打工仔 為甚麼突然打開渠蓋 你不怕臭嗎 原來他們打算在沙井工作 現在才來上課 很多時候 主要去做沙井的勤策 是看看現有沙井的狀況 包括它有沒有爛、破損 我們有時候會做些清潔的工作 我們進入沙井 也做了一些機會 就是做些喉款的修復 基本上我們做很多 不同的喉款修復 比較多蟑螂、雷噴蟲 所以相對來說都很骯髒 但普遍人覺得 看見都會尖叫 但我們因為看慣了 我們每次用這件事 我們會用清潔的東西 擦去棉、嘴的位置 最後我們下沙井 就會換完所有衣服 全部衣服、鞋都會用來洗 確保沙井裏面的烏鬚油 就不會帶了出去 影響公眾之餘 影響自己的人 這磨近、那磨遠 一渠資格就是另一個世界 課程負責人說 渠蓋下面的世界其實很危險 密閉空間的意思 就是有五種指明風險 其中一種 甚麼是五種指明風險呢 就是火、熱、氣、水、固 隨便一種 火就是有爆炸性 熱就是體溫上升 氣就是有毒氣洗或缺氧 水就是水位上升 在隨便一種之下 都叫密閉空間 而沙井基本上五種都有 去年11和12月 小豪灣渠武署污水處理廠 和機管局位於赤立角的建築地盤 接連發生沙井意外 一共造成三人死亡 六人受傷 根據規定 東主和外判商需要委任合資格人士 對所有密閉空間工作環境 進行危險評估 並且要確保 只有已經受訓練的核准員工 才可以進去工作 究竟有甚麼安全措施要做呢 想知道就跟我們一起去直擊吧 首先要用氣體測試裝備 看看井底空氣有沒有誘導 易燃氣體 甚至是貧氧的情況 拆完也未夠 想要再安全一點 就要用通風裝置 增加井底的新鮮空氣 稀釋潛在的有害氣體 搞定了,但仍未能進去 記住…一定要配戴 認可的呼吸器和安全吊帶 這個工人進入密閉空間之前 是必須要配戴呼吸器具 他要做幾個測試 第一,這個氣瓶裡夠不夠氣 第二,那些喉本有沒有流氣 因為環遊進入密閉空間 他要配戴一個可以監測 在井底裡氣體的監測儀器 若然裡面出現有氣體危險的話 這個監測儀器 會發出警暴 當這個工人聽到這些警暴的聲音 馬上要撤退 勞工署指出,沙井裡的有害氣體 有機會自然儲存在渠道裡 也可以在施工期間 因為工程而產生 而常見的氣體有甲圓 一樣化碳和流化氫 在通風不好的地方 積聚的甲圓也會代替正常的空氣 而造成缺氧的環境 一樣化碳是無色無味的氣體 吸入了高濃度的一樣化碳 可以令人甚至不清,昏迷甚至死亡 流化氫會令到臭角神經毛鼻 而聞不到氣味 吸入了高濃度的流化氫 可以令人即時昏迷甚至死亡 探測有害氣體 需要用到一些適當的儀器 而單憑氣味去判斷有害氣體的存在 是非常危險 除了有害氣體 工人還面對不同類型的危險 所以安全意識很重要 以渠毛工程為例 地下污水設施 例如沙井、污水渠 裡面積聚的沼氣可以引致爆炸 工人吸入了有害氣體 可以對致氣體中毒或缺氧窒息 另外地下污水設施裡面 如果有水突然湧入的話 也可以令工人餘力 之前的工業意外 有死傷者在沙井底下失去知覺 遇到這些情況怎麼辦 張國慈說 落井要重裝備 就是要以備不時之需 我們看到有三削架 有個角落 有個勾 這個勾是勾著工人落井的時候 它會穿一個全身式的安全吊帶 在後頸這個位置 有個金屬的橫 用勾著金屬的橫 地面有工人會慢慢攪動這個角落 是會將下面的工人 把它扯上來 春日而省酸,增金,已養脾氣 立春之後氣溫開始回升 迎來二十四節氣當中 第二個節氣,雨水 也就是開始降雨的季節 還以認為濕邪較盛 雨水的時候因為降雨量比較多 濕氣隨之也會上升 濕邪就聚意困了我們的脾胃 所以在雨水時節 我們通常會見到比較多的 就是食慾不振,消化不良,肚痾 甚至有頭昏腦脹 和比較疲倦發力這些情況 如果平時患有些皮膚病 例如濕疹的人士 在這個時候也可以有一個復發的機會 皮胃後天之本 還以認為春天乾氣偏旺 容易損傷皮的功能 飲食上可以減酸增金 補足皮胃 一些酸味的食物 容易會導致乾木太光 容易阻礙我們皮胃功能的混化 例如我們這個時候 要少吃酸梅、烏梅這些食物 我們要多吃一些甘味的食物 例如山藥、大棗、南瓜等等 這些食物可以有健脾益器的作用 可以補充我們皮胃的營養 他建議在雨水時分 大家可以按壓風龍穴 或者風池穴,健脾化屈 風龍穴在一個外懷尖上八吋 在勁骨前面兩個環子左右 這個穴位有健脾化濕的作用 因為雨水時濕斜比較重 這個穴位有一個去濕的作用 風池穴位於斜方肌和胸鎖穴突肌的上端 它有疏風散寒的作用 所以因為在雨水時 仍然屬於早春季節 我們亦容易比較有感冒這些情況 這個穴位亦有幫助於預防感冒 在節目完結前 推介大家一款懷山二人瘦肉通 有健脾化濕的功效 特別適合濕氣重 水腫和消化不良的人飲用 全度成功 師傾水腫的作用 透過濕氣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